好 来看到意外的消息 这是在嘉义巴掌西永庆一号桥 今天早上六点多发生的 乡型车跟轿车的对撞意外 那么其中 银色的轿车 衰落到旁边的防汛道路 女驾驶伤势严重 最新的情况 请张欣怡来告诉我们 欣怡 好 主播 后面上可以看到的 就是车祸对撞的现场 黑色的乡型车 车头全毁 整个挡风玻璃 都已经碎裂在地面上 而且整个零件外露 整个车体是已经被撞到 歪七扭八了 赶到现场的警销人员 是赶紧的洒水降温 另外可以看到 这一辆银色的轿车 更是已经被撞飞 摔落到一旁的防汛道路 警销人员是赶紧出动了 吊挂的工具 将这个伤患给救了起来 而这名是一名周姓的女性驾驶 赶紧的来送医急救 原来是在嘉义巴掌西 这个永庆一号桥 在早上六点多 是发生了一起 乡型车和轿车的对撞意外 其中呢 银色轿车被撞飞到了一旁的防汛道路 造成呢 这两名的驾驶重伤 其中呢 刹行车的驾驶赖先生 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意识还是清楚的 但是呢 银色轿车的周姓 女驾驶呢 伤势是比较严重的 目前呢 都在医院来紧急救治当中 而车祸发生原因呢 警销还要再厘清 以上是会讲到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这个端午节假期呢 开车出门 真的要多加留意小心